下一個也是做過的提醒 混合兩杯倒在一起 我們老師說過掌握不變找到相等 可是混合的時候糖水加糖水 糖會變水會變糖水也會變那誰不變 公式不變 怎麼算都是分母放糖水分子放糖 這就是下面要放公升上面要放墨 通常公升都不是問題 有問題的是墨 所以怎麼算墨 墨濃度乘以容易體積 所以地理不變 下面放多少公升上面放多少墨 這個一墨那個兩墨大概就是一加二三墨 這個一公升那個四公升大概就是一加四五公升 所以升數加起來墨加起來就對了 來那怎麼算墨 就剛剛講過了 墨濃度乘以容易增數所以融之墨數 所以先算出第一杯這麼多墨 第二杯這麼多墨 兩杯的墨都算出來然後把它加起來就是後來的墨 那兩杯提都有的八十號升跟二三個都有的加起來 所以就加起來 公公加起來 下面是八十加二十 除一千換公升 上面墨加墨0.06加0.04 所以0.010.01 0.10.1 五號八號三三號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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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心 就把墨植加起來 就把體積加起來吧 那墨核怎麼算 就是前面講過濃度乘體積就算墨了嗎 算出第一杯的墨 算出第二杯的墨 把它加起來就好了 這哪有什麼困難 加跑不會這樣就很難啊 一答案 也是一答案,三個答案都是一答案 三個人答案都是一答案 三個人答案都是一答案 答案呢就叫做 加嘛 墨相加,生素相加 把原案帶進去 那墨呢怎麼算 墨濃度乘以容易體積 就是墨生墨 所以第一個墨,兩大案的墨這麼算 0.5大案的墨這樣算 都是濃度乘體積 然後把它加起來 上面把墨加起來,下面把體積加起來 體積是一公升加兩公升 墨是兩墨加一墨 三分之三,一答案 所以當然一答案 可以嗎?可以 所以 兩百毫升 兩百毫升 已經告訴你這裡有三點 三十九點二 他沒有告訴你濃度 他告訴你我有三十九點二克 再加這麼多 再加這麼多,濃度多少?一樣 墨加起來 墨加起來 體積加起來 只是前面那一題沒有濃度 直接給質量 直接給質量 你會算墨了嗎? 直接給質量你會算墨了嗎? 三十一號 三十二號 十三號 三一三二十三 三一三二十三 三 三 跟剛才一樣 墨加起來 體積加起來 但這一個前一個選項 沒有告訴我濃度 他不是用濃度求墨 他是有39.2公克 那個求墨 那個你會算嗎? 指量化墨,你會嗎? 那個是第一次幹嘛範圍喔 那個是第一次幹嘛範圍喔 你要跟我選我,我不會選喔 我還是看一次 等一下 你就給我選我 我不會 連部都不會選喔 我不會啊 他只字寫比較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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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說你會了 然後你來說你 我也知道了 來,這個是子曼寫對不對 子曼,你寫的有什麼問題 你沒有看到你的0.4哪來的 你沒有看到你的1.8哪來的 你哪有共來的啊 再來,好好笑 200加3會變0.5耶 蛤? 不對啊 這個人有算出來0.4哪來的啊 這個人有算出來1.8哪來的啊 這個人有算出來1.8哪來的啊 這個人有告訴我 200加什麼要除1000啊 要換公升啊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在做什麼啊 不知道 看了別人答案把他抄下來就好 我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啊 這樣不好喔 好,所以呢 答案叫做 莫尔加起來 申數加起來 怎麼求莫尔呢 來進去 莫尔這裡有兩個做法 一個是用莫尔濃度球 一個是用質量球 質量要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莫要用莫尔濃度 才容易體積 所以就分開算 一個 質量除原分質量的0.4莫 一個是用莫尔濃度 才容易體積的1.8莫 然後再把體積加起來 再進去 要到公式裡面算 好,200加300要除以1000變公升 那剛才的0.4加1.8 所以答案就這樣 所以4.4答案 所以答案4.4答案 就是我們的練習期 很簡單 混合就是什麼 體積加起來 莫尔加起來 重點 你會不會算莫 重點你會不會算莫 加起來 在公式裡面算 答案就出來了 就這樣很簡單